第37届香港国际珠宝展和第7届香港国际钻石、宝石及珍珠展回归,展示不同种类,经营剔透的钻石、宝石、珍珠和珠宝。 纵然香港与世界各地均有出入境限制,但今次展览吸引了近440名参展商,德国、瑞士、美国、印度和意大利等国家,更派出本地代表参加。 意大利甚至有自己的展会,宣传他们品质卓越的设计。 这间公司叫Giovanni Floraris,他们放弃了很多mass production的方式,他们珠宝的特色就是挑战高难度,譬如我们选择的材料就是Titanium,是一个非常难运用的贵金属。 在这方面体现了意大利工匠,他们对珠宝制作视为一个艺术。 的自然Eater利工匠,意大利工匠对每一个意大利人来说,都是自然和自豪的一个原因。 伊太利 много为人采为旅 随着全球经济开始复苏,高级珠宝的出口额正回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香港高级珠宝的出口额在2021年前五个月录得大幅增长 按年增长82.3%至286.5亿港元 数字表现显示香港贸易和采购中心的地位不变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带领一批意大利公司 利用这优势和与香港贸发局的展览向远东市场推广其时尚和华丽的设计 我们来支援综销售专屋公司的正中市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版本 因为它列为7300公司和31,000僚职业 完全厚重镇表面想法 它不是我们的五个贸易专门 但它们也很重要的是重量剪装至中国的kov一家 和其他国家的东西 今年,展会首次开放与爱好珠宝的公众人士入场,吸引了约17,000名珠宝爱好者。 他们参加了专家主持的研讨会,和珠宝镜头金银眼活动,挑选要人眼目的珠宝。 独特的产品,吸引更广泛的消费群。 这一只叫做迎凤鹰,都是鹰帽的一只。 最主要它是用水晶来雕得出来的,它每一部分都是很仔细。 师傅在森林长大,每一天都见到很多这些小鸟。 它才知道小鸟的翼、羽毛的方向如何形容出来。 比较突出一点,因为珠宝展里面,所剪出的大部分都是鑽石, 就是戴在手或者戴在颗。 这次你们有开放公司,有很多不同的人士进场。 珠宝业持续受到出入境限制,和检疫措施严重影响。 展会上,钻石、宝石和珍珠熠熠熠生辉,象征为参展商和供应商带来光明前景。 我来自印尼。我们是製造的红架和红架。 我们基本上是B2B的客户。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它是有关的。 所以,国家的商量不可能来到香港。 所以,我们是困难的。 我们永远希望这个节目会好。 我们每年都会参加。 除了展示珠宝与艺术设计的结合,同期还有实体的国际采购展。 展示符合智能科技、智能方式、智能应用和智能家居的设计。 为你带来拓展业务和建立联系的良机。 再来周围智能科技。 继续环境。 继续环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